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女摄影 然后这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我自己决定 那女摄影是我们的最一开始她当然只是一个project专案的时候的一个主题 然后但到现在她其实她的定位已经被我们定位到她是一个媒体平台的状态 那这个是最一开始我大二的时候 然后她这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摄影的粉专 然后到后来就是大概是我在大四左右的时期 她进入到的一个状况是一个人物专访的粉专 然后我们在做人物专访的部分主要分成了校园版跟社会版 就是我们有在访一些社会人士有在访大人生里面的女生 然后一直到就是现在就是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推成是一个女性媒体平台 这是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演技 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句话是 我觉得是一直不断的在我的生活中被不断被印证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这个是一切的开端 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念了高中吧 然后可能还有当时的一些社会氛围 其实关于同志这个议题 然后或者是说T啊P啊这些词 她其实很很少会在高中里面被讨论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周遭有一些朋友诗 然后我就上网查了就是很多相关的资料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 每位有个摄影师她叫Make Allen 然后她拍了一系列叫做Buds 就是非常男性化的女生的一系列生活照的摄影机 然后那时候我就 就很有兴趣就想要去找一个台湾版的这样子的摄影机 然后结果就找了我半天就发现都没有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拍人像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就干嘛不能我自己开始来拍 然后这就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现在看起来很可怕 然后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那时候我会叫女生而已 就是因为那时候觉得说 大部分的中性女生在台湾 他们一直会不断被 就感到很多家庭的压力 然后就是各种社会的眼光 会一直觉得说就是 欸你为什么头发踢不断 就不然一定要穿男装 然后你走进女侧还会被阿嬷侧 你说你是女的吗这样 然后所以就到 就是最一开始成练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叫女生 就是因为说 就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就是女生 就这样而已 然后在这个一路上 就其实真的 这都是初期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这个时候 现在看起来有点暗 然后 这些照片都是 我大学周遭的一些朋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 我一开始都是从这些开始的 然后一路上真的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 然后像 那时候骑挡车也是从这个 他有教我 然后就是会学会很多奇怪的事情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粉专 到了一定的人数之后 有一天我就想说 搞不好可以来拍下一些 就是追踪很久的 半名的人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寄了一个信给柴 就不知道在座的你们人知道 他是一个就是作家 然后 本身也是女人迷的专门作家 然后那时候寄了邀请 邀请 邀请信给他的时候 然后结果没想到他就这样答应 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见面 然后结果 那一天 后来见完面之后 然后因为他当天在女人迷本身自己也有一个讲座 然后我有去进行测拍的动作这样 然后结果跟女人迷交流完之后 我自己就成为女人迷的专门作家 就是 比较酷 真的很酷 然后后来就是 好 寄完柴之后又寄了苗多样 然后 呃 寄给苗贝拉这个 这一次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好玩 就是 那一天的时候他妈妈有来到现场 这个是妈妈的背影 然后他们同时就是看着两边不一样的方向 然后就刚好拍到那个瞬间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想是要去哪一间咖啡厅 对 因为他们的动作就是这样 然后在那一天的时候 跟妈妈妈妈妈就是到后期很有趣 到那一天的那个 后面的时候很有趣是 一直在跟他妈妈聊天 然后他妈妈那时候就 我就跟他妈说就是 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可以接受就是 苗柏雅跟他女友啊 这样同事的身份等等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的一句话 这没有写 我有点小 就是做自己是真的很重要 就像是画园里面 如果只有一种花 那多无趣 然后 这个是那时候在就是我们 我在IG上 然后就是 最终很久的一个摄影师 然后后来 我们在 他回台湾之后 然后他自己本身在纽约拍人像 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有见面 然后 这个是当时那个粉专最高战术的一张照片 但其实不是因为照片好 其实是因为他那时候 他就说 每一年过年之后他都会被问说 你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结果他都会回答那些长辈说 我喜欢 我喜欢的人 就这样 然后 然后那时候他回来之后 我们就是有一起拍了一个 这个系列的一个创作 是他拍我 然后这个是那时候的我 然后这张照片的主要 我们想说的是就是 never hide about who you are 然后就是说就是 因为其实这时候 那时候我们探讨一件事说 台湾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 很大部分的女同志 他们会分成T或是P 然后很大部分T都因为穿素胸 那时候我们在探讨的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穿素胸这件事情 对 然后那时候是以此做一个展现 OK然后到后期就是我开始有进行一些 就是异业合作 然后这是那时候和尹海写字 一起合作的一些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明信片 然后有邀请一些有话想说的人 然后一起来就是参与我们的 就是整个访摊 然后把他们自己说的话 然后做成明信片 这是其中两张这样 然后这个是以女生女的名义 第一次去就是越 就是去进行一些就是和活动进行一些 算是某种媒体曝光的一些动作 那这个是那时候月乐书店 办了一场就是 为喜欢女生的女生写诗的一个讲座 然后他邀请了两位诗人 分别是和己窗跟朝夏 和己窗不知道大家都知道 他也有在收写字 然后很多人都会问说就是 那我从这中间的feedback 到底得到什么 因为其实一直到大概 就是他其实前期是根本就不可能 会有任何的经流的回馈 那就到底什么东西一直支持我 一直这样做下去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譬如说像这一位 他是一位就是男嘉大毕业回来的导演 然后他是我从 因为我以前抢受的梦想是当导演 然后他其实在我活动的时候 就一直在follow这个导演 然后因为他后来就是 他是正大毕业 然后就去我念电影 然后那时候follow他的个人的blog很久很久 然后那时候我有了女生 你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想说感觉这可以放下他 然后又刚好看到他回到了台湾 然后我就跟他约了见面 然后就其实就是在见到这些人过程中 就是 嗯 那东西很难被具象化表现出来 所以我到底获得了多少的回馈 但是这每一次每一次的见面的过程中 其实都 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收获 因为那时候的我其实也就是在大四的年纪 但这些社会人士他们其实都是三十 三十几岁 然后你在跟他们的对话过程中 然后他们也会陪你到你 所以这些都是 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收获 然后后来女生一办的第一场的讲座 就是这是我邀请就是那位导演一起来办的一场分享会 然后这场分享会是办在华山的青鸟书店 然后那时候就是导演愿意答应我 这个其实也很感谢 然后也算是就是女生一踏出去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形式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串联各大学的人们 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我开了女生一的campus版 然后campus版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一样是在做采访的动作 但我们采访的是每一间大学学校里面的那些就是 符合我们的核心里面的那些女生 或是他们有话想要说的那些女生 然后我们是在那边一间大学就是各自有各自的team 然后就是可能台大他们有台大的摄影台大 我们一边这样下去做一个采访的动作 然后这个是第一届的时候 那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大学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就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很深学体制的一个社会环境 然后在大学期间其实大家有大把大把直接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大家其实很常听到要做自己 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怎么去找到自己 那女生也在做的动作其实一直都是一种 女生也在做的动作其实一直都是一种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吧 然后我们会出访谈的人去和大家聊天 然后我们会有摄影 然后透过这些的激荡 其实可以从那些受访者当中有没有得到的一些回馈 是他们其实有从中间会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然后会去重新想说自己这一路来 然后到底做的是什么东西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在做的这整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平台 然后但是到去年就是 啊不到今年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要准备征第二届的就是Tampers版校园人 然后我收到 大概就投了大概两个朋友多礼拜吧 然后我收到一百多份的报名表 然后我才发现说 然后透过这每一份报名表里面的每一个人一个账号 我这样一个一个点进去看 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这里面的人 就是真的都是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这个议题早就已经不再是就是 我以为说它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情 它其实大部分的女生其实都会很想要去了解 或是去成为他们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 然后在每一次的访谈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有两个B问题 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题是就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第二题是如果这篇文章被一万个人看到的话 以你此生的经验来说 你最想分享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然后这两题我觉得就是是一个 算是一个很回归到就是女生女的总和性理念的两个题目 然后就是一直让大家去思考去找到说 到底什么样子的样子 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子的伴侣或是whatever 就是任何的就是那些东西 什么才是你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回归到自己的本身 就是当大家其实在一路上成长的过程中 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是很多的迷惘或什么 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那些都是因为我不够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才会一直产生这些疑问 因为我花了太长时间去跟自己对话 我都是一直在问大家 问我朋友问我的家人 但是其实人的初始设定 应该是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欢 比如说你就是喜欢雨天 你就是不喜欢雨天 这是一个很直觉的冷静的东西 然后只有真心真诚跟真实才有意思 我每次开会都会和女生里的Tim的人提到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做的一切的访谈 那些照片什么的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要真实跟真心才是有它本身的意义 所以这也是整个女生里最大的一个重点 它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基础 就我们整个女生已经建筑在这个之上 然后这边都是campus版的校园团队 他们拍摄的照片这样 然后这个是那时候我看到第一届就是他退休了这样 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大的摄影师 然后那时候他有打了一段话 然后我觉得就其实很常会收到他们自己 你可能默默发一些IG线动啊 或者是从就是粉丝的回馈啊什么 会得到很多的很多的 为什么我必须要持续下去的一些就是理由 然后这中间他就有提到说 他一开始会答应进来 其实只是想说可以练一下人像拍摄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发现 他可以透过每一次每一次的访问 他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然后也可以真的去看到那些就是 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人碰到的事情 然后发生了纪念 然后这个中间的过程 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 为什么这些东西是no pay 但大家还是愿意做 那回到我想到的样子 我自己决定 这是我以前的样子 这是我现在的样子 可是其实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 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 然后也带着我真的是遇到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对然后这是我们整个logo 然后跟那一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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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